郭洪志和尼福德这一队都登上过 美国职帮大联盟的强力左头 旅美资历加上富邦汉将 前队的身份有着相似之处 但近年在搜寻引擎输入两人名字 刨出的大多都是比较尴尬内容 准时2018年小小郭决定退休之前 土地公社群软体打上要退就退 不是只嘴上说 被认为在影射郭洪志 两位前大联盟球星不合传言也引发讨论 本周富邦汉将公布释出名单当中 包括了尼福德的名字 球迷发现同一天郭洪志社群发文 图说写到原来也有清白的一天 认为是回敬给前队友 究竟是这样吗 有请不死鸟来解答 其实还好 我不知道我不晓得为什么 对我来讲就是 其实我就把日常生活 跟一些训练的方式 然后分享给大家 其实对我来讲 就是日常生活的分享而已 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也是隔天才会知道说 我们在透露这个讯息 所以那一则跟尼福德没有关系 没有 其实我们很好 其实对啊 没有像大家想的这样子 对我们来讲就是 大家就是棒球的一份子 郭洪志强调社群账号 用来记录生活 和尼福德的感情一直很好 据是不是真的如此 恐怕只有两位球星最清楚 而说到小小过的脱衣生活 投入心力在健身事业 不同于过去选手时期 得和外界主动有更多的接触沟通 是他最不一样的感受 隔行都隔山嘛 对啊 所以还是在学习 但我觉得很好啦就是跟我以前所接触的行业别都完全不一样 我只需要把自己做好 那现在这个行业就是你要用自己的经验 然后跟跟客户们沟通 然后包含去学训练的东西说 怎么样去带给他不一样的感受 只能说郭洪志算已经退休 但过去球星的光环还是非常耀眼 镜头面前和网路上一举一动都被放大镜检视 也算是球迷们在休记期间 没有职棒比赛可以欣赏 增加茶余饭后的话题 我们来替讯三昌红华军采访报道